十点听书,懂你想听,你好,我是叶壮 今天想和你聊聊我的书,边游戏边成长 有些朋友可能在电视上看到过我 我给一些卫视的育儿节目做过特约专家 但总体来说呢,我是一个心理学人 在北京交通大学做特聘讲师 同时也是中国心理学会和美国心理科学协会的成员 在我以往的调查研究中 我发现很多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 多多少少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家孩子太爱打游戏了 说也说不得,怎么着都不听 那我问,你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大部分的回答都是,没办法呀 我只好把我孩子的手机给没收了 那这种粗暴的办法当然是能有一定作用的 但家长其实心里也都明白 孩子要是偷着玩 我们其实也不知道 那编游戏编成长这本书里 我想探讨的正是这样的问题 作为家长,我们该如何对孩子玩游戏这件事来加以管理呢? 出生在信息科技大浪潮中的新一代孩子 难免会有着不同于他们父母的成长轨迹 我家大儿子两岁半的时候 在电梯的内壁上看到广告框 第一反应就是下意识地戳一戳 看他有如此的行为 我当时很是不解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他出生后所见到过的所有差不多大小的彩色平面 其实都是电子出品的 自然而然在看到这幅广告时 想当然的也就想试试能不能划一下 像他们这一代的孩子 是网络时代的原住民 生下来就是在网络和电子产品中长大的 他们离不开这些东西 电子游戏也是其中必然要面对的一项 后来我想既然不可避免 如果我还是一刀切地把电子游戏看作需要对抗的负面实践 那可能会适得其反 想起自己二十多年前还年轻的时候 其实也没少玩游戏 那作为一个心理学者 我选择一种很乐观的心态 去看待今天的孩子和电子游戏的关系 我们要做的是工作前置 预先干预 防患于未然 这样才能更好地管理好孩子玩游戏这件事 我们都知道 做好管理的第一步 是先了解清楚情况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对吧 很多家长对于自己管理孩子玩游戏这件事 很有信心 而信心的来源主要是家长自认为 自己能够有效切断孩子玩游戏的硬件来源 不给前卖游戏 把手机锁起来 到游戏该结束的时间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就拔电源 然而这种管理模式就像猫和老鼠的游戏 带来的只是内耗 用强硬的非常手段 约束和管理孩子玩游戏 最终招致的往往不是成长 而是矛盾 很多家长一听到游戏两个字 就仿佛洪水猛兽 有这种反应的家长 大概率本身并不是游戏玩家 就算是 玩的游戏也往往跟孩子所玩的有差距 像管理好孩子玩游戏这件事 家长是需要做一点准备工作的 只有自己先补好课 才可能对今天的孩子玩游戏 施加正确的干预 了解孩子玩的究竟是什么 家长提升对于游戏的知情水平 可以有效降低游戏 带给家长的压力感受 当然 也就能降低管理游戏 给亲子关系带来的风险 不知你发现没有 广大家长所能接纳的放松方式 比如说看看课外书啊 游游泳啊 打打球啊 恰恰也是家长们最能看得透的方式 这些休闲方法在家长看来靠谱的最大原因 是家长自己就认为说 我比较理解他们呀 家长自己也游过泳 也打过球啊 那如果摆在你面前的是你听都没听说过的游戏 你怎么可能区分其中的优劣 家长一见游戏就紧张 紧张就容易焦虑 焦虑就容易在与孩子交流的时候失当 问题也就这么产生了 所以在管孩子玩游戏之前 先了解一下孩子所玩游戏本身的特征与属性 家长对游戏知情水平这么一提升 自然就能心平气和的和孩子去探讨打游戏的问题 相比强制禁止让孩子从游戏中得到来自家长的正反馈 其实能够更好地帮助孩子管理自己的游戏行为 另外家长也可以给孩子树立正确的使用电子产品的榜样 在英国的一项研究中 60%的家长担心他们的孩子会在屏幕上花费太多的时间 而70%的孩子反过来则认为他们的父母其实也一样 在屏幕上花费了太多时间 我们不得不承认 在管孩子玩游戏的时候 我们自己好像也做得挺不到位的 打铁还需自身硬 家长也得先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负责任的电子产品使用模范 一来家长本人也成为玩家 这可以让游戏成为亲子互动的重要平台 二来孩子年龄偏低的情况下 家长参与进来 可以在孩子不好分辨游戏内容优劣的时候帮上大忙 三来参与本身就是管理的契机 因为你是孩子的玩伴 所以你的建议与管理也更加容易被孩子采纳 处理孩子因游戏而生的各种问题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原则是 家长不能把游戏塑造成为影响其他生活元素的原因 比如说 在很多家庭里 游戏已经超越了游戏本身 变得跟奖励或者惩罚挂钩了 有的家长会说 哎 儿子你考个一百分 明天爸爸给你买个游戏机 或者家长会说 你答应我抓紧时间写作业 我能让你多玩十分钟游戏 你要是不听话 我就禁止你玩了 也还有这种情况 就是跟你在高铁上见到那种一样 一个年龄不大的孩子一哭一闹 他爸爸妈妈就拿出个iPad 跟孩子说 哎呀宝贝 你今天消停一会儿 你就玩会儿游戏吧 在以上的这些场景中 游戏已经超越了他本身的属性 他成为了什么呢 他成为了工具 成为了利益 成为了钓儿 成为了让孩子去以行为 参与交易的筹码 让游戏超越了游戏本身 这个就是家长管理游戏的最大误区 了解是管理的前置要素 如果你不太清楚 王者荣耀这样的游戏 是以局为单位的 而单纯的以时间为单位去管理孩子 到了20分钟你必须停 但孩子完全可能正打到了关键时刻 那自然就很容易出现亲子间的矛盾 针对不同的游戏 我建议选择不同的管理单位 除此之外 家长也需要了解的 还包括游戏的分级机制 那么我们以比较经典的ESRB分类体系为例 EC级别就意味着这个游戏适合3岁级以上的人群 E级别意味着适合6岁级以上的人群 E10 Plus级别就意味着适合10岁级以上的人群 来到了T这个级别就意味着适合13岁以上的消费者了 因为在这个级别是可以包含一小部分的暴力 性暗示 血腥的内容和模拟赌博的内容的 再高级别就是M级别了 适合17岁级以上的人群 允许包含激烈的暴力 色情和粗化的内容 最高级别就是AO级别 仅适合成年人去玩 那在让孩子打游戏前 请务必确定游戏分级是适合孩子的年龄与需求的 当然 你也可以直接通过设置电脑 游戏机和手机 打开家长管理功能 来限制这些硬件可以运行的游戏级别与展现内容 具体方法都可以在硬件的说明书里面找得到 最后国内的所有正规线上游戏的运营公司 也都已经建立了防尘迷系统 甚至还有未成年内容锁这样的功能 如果需要的话 家长也可以多加利用 那在我的观察里 很多家长在管理孩子打游戏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让孩子参与规则的制定 你想让一个人守法 最好的方法之一 就是让那个人成为法条的建立者 如果你的规则不让游戏玩家本身去参与制定 游戏玩家当然不愿意去接受你的管理了 所以在管理孩子玩游戏这件事上 请终止那种一言堂的思维 让孩子成为规则的制定者与参与者 他们自然就会更加愿意遵守之前的约定 那我们家孩子每天玩游戏 玩什么游戏 玩多长时间 虽然每天也都需要我的管理 不过这些管理的规则都是他本人参与制定的 自屈形成长这本书很好 那这本书的作者在他们的书中就建议了 说家长有必要提前跟孩子约定玩游戏的规矩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在该退出的游戏的时候 避免弄得大家不愉快 除了游戏本身 还有一些与游戏相关的媒体 家长们也同样需要注意一下 加以利用 有很多孩子 他属于云玩家 本身可能不玩游戏 但是会通过看直播 录播 视频的方式 间接去体验游戏内容 这个其实在很多家长对游戏管理的忙区里 还有很多孩子因为承担不起游戏费用 或者自己游戏水平不高 等等原因会选择看游戏主播去线上直播 或者去看各种游戏的攻略视频 虽然他们没有玩游戏 但实际上在这些直播平台和视频网站上 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 这同样需要我们家长去留心观察 防止孩子们沉迷其中 不过话说回来 并非所有的游戏都一无是处 比如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游戏 叫做一位一星战前夜 这是一个以浩瀚星空与广袤宇宙 作为背景的游戏上手难度极高 这个游戏光新手训练的阅读材料 就差不多12万字了 那这个游戏里面的资深玩家 很少见到那种没素质的 因为这样的人早早的就被这个游戏机制劝退了 你看有的游戏门槛高 能在里面玩出名堂的人 通常也都不会差到哪里去 另外我们需要让孩子知道 即使是在游戏里也要懂得珍惜羽毛 很多人玩游戏啊 是挺蛮不在乎的 哎你还没人知道我是谁 我骂人我也就骂了 喷人我也就喷了 还能怎么样 大不了我以前的号我不要了 我重新再开个号不行吗 那如果带着这样的心态去玩游戏 是很难收获一个很好的社交圈子的 游戏也能构成社交的网络 你认识了甲 并通过甲认识了乙 然后还可能因为乙认识了饼 那等下次你上线了 甲不在 自然而然的 乙跟饼不就成了你首选的玩伴队友了吗 那在日常生活中 孩子的社交圈其实是非常受约束的 但游戏不会 你会在游戏里碰到各种各样的人 而且还得跟他们好好打交道 不管这人是你朋友的朋友 还是游戏平台随机分配给你的队友 或者对手 我们成年人 其实都没认识到 虽然我们每天可能会碰到很多人 但实际上这些人彼此过于相似 而在游戏里 则可能认识更多的 更酷的 更远离我们自己生活的人 这能让我们更好地知道 嗯 多彩生活的真正模样 究竟可能是什么 在游戏里依然懂礼貌的孩子 嗯 那是真的有教养啊 当然了 游戏中也会和现实社会一样存在风险 那家长可以提醒孩子 在游戏里有四种高风险的场景 一定要多加注意 提高警惕 首先是直接或者变相的关系绑架 比如哎 如果你还跟那谁谁一起玩 我就不跟你一起玩了 或者是是兄弟你就要在游戏里跟我怎样怎样 游戏是游戏 关系是关系 这样的关系绑架非常容易升格为其他的问题 甚至超越了游戏影响到现实生活 其次就是不平等的交流 玩家跟玩家的身份应该是什么 平等的 在游戏中存在着植物分配的差异 但是玩家与玩家在个体层面上 依然是平等的 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 那告诉孩子 如果你碰到了有人对你一直气使 或者逼着你低声下气 你就要立刻警惕 我们是来玩游戏的 不是来找气兽的 再次就是线上线下的资源置换 如果有人跟孩子提出来 要花钱买他某个装备 或者反过来 跟你家孩子要钱才给他某个装备 那就涉及到线上线下的资源置换了 有的还会要求线下见面 这或许会造成人身安全方面的风险 最后是线上霸凌的问题 因为有的玩家装备好 或者拉帮结派 面对这种情况 有些孩子的愤怒与复仇心态 也会被激活 自然就容易有冲动的行为 要么发脾气 要么偷偷拿出爸爸的信用卡 也付费刷屏骂对方 碰到线上霸凌 要及时止损 打不起 也得学会躲得起 所以告诉孩子 在游戏中 如果你有下面的感受 那么就要实行一票否决制 第一 只要你玩的不开心了 就没有什么玩下去的必要了 毕竟玩游戏 目的是为了高高兴兴 但现在因为跟别人的争吵互动 感到不爽了 那又何必继续呢 第二 如果别人提了某个要求 而你不愿意 大可不必有被胁迫的感觉 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又没什么错 既然咱不愿意 那就不必被逼着怎样 对方再有本事 还能顺着绑线爬过来不成吗 第三 如果队友或者对手 跟你的交流 让你感到的不平等 有了负面情绪 那就可以早早下线了 既然能让人觉得 不被平等对待 那一定是对方表现的 不够友善 跟一个不友善的人 还有啥共处的必要 只要把握住了这个原则 在玩线上游戏的时候 偶尔碰见的那些人际关系问题 就不足为虑了 真正珍惜投入与享受那些 让你感到舒服的关系 才是更重要的 谈了这么多 我想对于管理孩子玩游戏这件事 你应该也有了一些 自己的想法了吧 谈了很多 如何管理孩子玩游戏的事 我还是想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来聊一聊 什么样的游戏 才算是好游戏 我觉得好游戏有三个要点 第一是心知性 指的是通过玩这个游戏 能让人获得心知 这个心知 不管是在知识储备上 还是在思想意识上 都算 比如在PS平台上 有一款独占游戏 叫做底特律变人 它之所以成为爆款 不仅仅因为高度拟真的画质 更是因为这个作品 探讨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命题 产生了情感与意识的机器人 到底应不应该有 与人同等的权利和生命意义呢 随着剧情的深入 这个命题对于每个玩家 都产生了道德观和价值观上的拷问 它给我带来的思考与震撼 是不下于小说 三体和电影 黑客帝国的 第二 就是审美性 游戏作为第九艺术 有其独特的美感呈现方式 一个好的游戏 就应该如同一个好的艺术品一样 让人在审美层面有所收获 比如有款游戏叫做风之旅人 画面极其简约 完全靠简单的几何线条的方式来构建出游戏画面 也没有什么台词 玩家就是在其中孤独的飞翔 最终到达远方的终点 如此简单的机制 但它带给你美的感动 却是很强烈的 第三 则是在游戏过程中 有一种纯粹的快乐 所谓纯粹的快乐 就是一种非常基础的 让人感到愉悦的游戏体验 比如说剧情的跌宕起伏 排除万难后巧妙的战胜关底boss 和他人默契的合作 甚至看到了一个山顶 费力爬上去 也就是看看风景而已 纯粹的快乐的反面 就是一种被设计出来的快乐 比如套路感满满的抽卡 和开跑箱 再比如很直接的 花钱就能得到 强过别人的好装备 优质的游戏 给孩子带来的帮助 是潜移默化的 见识了什么是好游戏 那些粗暴 无脑的垃圾游戏 就不会入孩子的眼了 游戏这件事 赌不如输 我更愿意 相信作为一个老玩家 作为一个老父亲的直觉 去为我的孩子选择好游戏 让他玩得开心 成长快乐 这个感觉 就像在游戏里 开一个宝箱 你永远也不知道 你开出的宝贝 是什么 我们一起加油吧 好了 这本书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叶壮 希望我们都可以 带着孩子 编游戏 编成长 而在今天的最后呢 还想跟各位分享一些 我推荐的游戏 那这些游戏的制作方 运营方 跟我都没有利益关系 我之所以推荐他们 纯粹是因为 我觉得这些游戏 适合孩子玩 如果你们家的孩子 现在四到六岁 那可以开始接触一些 简单的好玩的小游戏了 我推荐这些 马利奥赛车8 这是个经典的亲子共游游戏 轻松有趣 角色可爱 难度可控 又有竞技性 如果选择道具模式 还能加上跟爸爸妈妈 互坑的缓解 那更是其乐无求 还有火车山谷 修建铁路 运营火车 却又不至于太复杂 主要的玩法就是 修路 调控道叉 与合理安排火车的 出发时间 还有适合低龄儿童 去玩的杀河模式 更有能锻炼孩子 逻辑分析能力 与空间智能的 轨道和道叉摄持 还有游戏 叫做Type Rider 这个游戏是以 人类文字的演化 以及字体的变迁 作为背景的 玩家需要扮演一个 墨点 用解谜的形式 去破解各种字体里的开关 需要注意的是 游戏整体的基调 有点昏暗 所以有的孩子呢 可能会不喜欢 还有游戏 叫做Abuzu 这是一个灰红的水族馆 与大鱼共舞 跟小鱼细细 随着洋流 就可以探索海底世界 还有星路古物语 在这个游戏里 爷爷给你留下了一个老农场 但你只有几件残破的工具 帮你应对这个百废待兴的局面 那小朋友 你能不能做到白手起家 创造一个处处动物 古物满仓的农场呢 接下来就是 新潮级马利奥兄弟U 这个就是我们这些 当爸爸妈妈的人 当年玩过的 采蘑菇的游戏的最新版 同样也支持多人合作 如果你爱动呢 推荐武力全开 这是一个经典的体感游戏系列 可以跟孩子一起跳舞 既有合作又有运动 想不开心都很难 除此之外 还有经典的游戏 Overcooked 2 也叫胡闹厨房 也叫煮胡了 这是一个厨艺游戏 支持二到四人联机 在手忙脚乱中 你们需要合力伺候好时刻 孩子就算玩不转 他看着爸爸妈妈 为了过关而着急紧张 也很容易开心起来 接下来推荐一个游戏 叫做 Kingdoms and Castles 很多小朋友 有着造城堡的梦想 那在这个游戏里 城堡 城墙 造个够 当然 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 后勤保障 得跟上 耐心 同样很重要 那给四到六岁的孩子 推荐的最后一个游戏 叫做Planet Coaster 没有哪个小朋友 不喜欢去游乐场吧 那这个游戏 可以让你大建 属于自己的游乐场 甚至还有过山车 当然 对于低龄小朋友来说 最好还是在 沙河模式下玩 毕竟运营游乐场 还是很有难度的 那如果你的孩子 到了六到十二岁 我推荐这么几个游戏 比如 塞尔达传说 旷野之息 开放世界游戏 就是好玩 非常纯粹的游戏乐趣 Mycraft 我的世界 这是电子游戏中的乐高 也是创造力爆棚的地方 传纵门二 这是一个没有打打杀杀的 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很能锻炼孩子的空间思维能力 光明之子 好画面 好音乐 好剧情 讲了一个女孩子 自立自强 追求自我的 童话故事 接下来是 瑞奇与叮当 太空探索 与冒险的背景 一定程度上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那种既卡通又有趣的儿童版浑豆螺 当然在我眼里这个比浑豆螺要好玩多了 接下来是 Back to Bed 手机上有款游戏很经典 叫做纪念碑谷 那主机和电脑平台就有这款游戏了 中文名叫做梦游者 还有个游戏叫做城市天际线 这是一个城市建造与管理游戏 如果你的孩子在学校里当不了班长 那可以考虑在这个游戏里当市长 接下来是 纪元1800 蒸汽时代的大背景 建造策略与贸易元素 2019年的精品游戏 现在玩依然很好玩 接下来是 文明6 这款游戏的最大好处 就在于有极强的新知性 游戏中你可以观摩将近30个文明的发展新衰历程 还可以看到人类文明 科学娱乐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 可以说是一部鲜活的人类文明发展史 最后就是我在前面 讲我的书稿的时候提到的风之旅人 那这款游戏得到过无数的大奖 原因就是画面实在是太漂亮了 在游戏中 无论走到哪里 感觉都是一幅画 游戏不难 非常有利于放松情绪 你知道吗 有的心理治疗师 甚至会拿这个游戏 给咨询者来做放松治疗 那今天先简单给各位推荐这些游戏 希望你们能够玩的开心 孩子也能成长快乐 我是叶壮 大家再见